好,大家好 今天又是周一了 就到我们夜话时间 今天我们补这个周五的话题 这个话题是我们这个张桂亭 山东青岛张桂亭女士 在两周以前提出的一个话题 这是从修身、养性、自我觉悟 这个角度提的一个话题 他提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他提的这个话题 是一个佛学里边的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 修行觉悟的一个概念 当然不只是佛 佛道乳 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就是内在的修行的问题 叫本自具足 本自具足在佛经里边 没有具体的这个出处 在六组谈经里边 六组提到过这个问题 六组提这个话题是这样两句 叫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这是六组 六组 对这一个方面修行的一个概括 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他表达的是我们的生命 生命体 他本身呢 是完整的 是完美的 是完整的 完美的 不需要外求 我们从我们开智的那一刻起 我们所追求的一切东西 在我们生命的那个本体 我们以前好像提到过这个话题 现在在量子这个纠缠被科学试验 这个证明以后 人们对这个生命 或者生命体 有了更进一步的这个认知和认识 那么 在 现在科学和数学里面 称为玄 称为玄 那么玄的概念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比这个量子 还要 小的 一种形态 而这种形态呢 它有两性 就是 我们都知道在物理学上 有波 也有力 我们讲到了这个 分析 我们最小的这个物质 什么 胯壳 量子 质 质 宗质 这个原子 这些东西 它都是 以力的 这个形态 在物理学上 所反映出来的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波 波 也是一种能量 波 我们的光波 我们的电波 我们的声波 等等 那么当我们的 科学证明手段 越来越完善以后 人们发现 追寻到最后 无限分割的结果 那么这个形态就出现了一种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能量体 它就是一个能量体 而这个能量体 它具备了波和力的两种特性 所以叫波 力 波力 二相 波力 二相 走到最后 那么这个东西 实际上和我们脑子的道德经里边讲到的玄 和我们的这个佛学里边讲到的那一个 生命的本源 是用不同的阶段性语言 阶段性语言 就是每一个阶段 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 每一个阶段 语言都是有这个变异的啊 那么每一个阶段对同样事物的描述 它会因时间的关系和文明发展的进度 而出现一些变化 而出现一些变化 那么 实际上 佛讲到的 脑子讲到的 和现在我们 似乎已经感觉到的 是同样的东西 用不同的语言 以时代特征所描述的结果 所以佛在传授经典的时候 特别强调一个问题就是 我能讲出来 它就已经产生了变异了 已经产生了变异了 不管是老子还是佛 告诉我们的所有的真理 它都没有办法完全用语言的方式 文字的方式来进行描述 因为一旦用这些方式来描述的时候 它就已经偏离了事物的本质 这就是本性自足的来源 就是我们的生命体 记录了我们的无数次生命形态中 所需要记录和存在的信息 那么在佛教里面讲到的是因果 在道教里面讲到 它也叫因果 也叫因果 那么所有对追求更高生命形态和生命体的人 对这个问题是无比的慎重 无比的慎重 因为这个叫做因果的产生的这一个力 力量的力 在佛学里面称为 在佛学里面称为 念力 做念的念 这一个记载和记录 不以你生命形态外观变化的变化而变化 它会永远的 在你的生命的将来的将来的展示中 去影响你生命的状态 影响你生命的状态 那么这个叫涅力 这个力 不会因为我们这一次身体的终结 而终结 也不因为我们以前的生命的终结而终结 甚至不以我们的生命形态 有多少次不同的生命体的这个显示 它都会跟随我们 所以一直讲一个问题 我曾经在以前的这个分享里面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佛家的这个核实 核实理 就双掌核实 核实理就是提醒我们自己 哪怕是一个散认 哪怕是一个散念 散念 就念头 它都会对我们的生命体的那一个核心形成影响并形成记忆 所以我们的佛教 所产生的所产生的在生命体上的印记 以及我们生命体上的这个各种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层面和空间 都会被记载记录 并且会因这一个念头而对我们下以后 对以后的生命产生影响 所以佛说修菩萨形成佛生成就如来如如不动 如来如去如不来如不去 这一个终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任何一个散念都会对我们产生行为上的因果 所以在心经里面 在心经里面 心经是唯一一部 不是由释迦牟尼佛讲述的佛经 是唯一的一部 它是由观世音菩萨 带如来佛祖讲述的一部经文 非常短 大家没事可以去背一背 读一读 对你情绪 对你这个 这个信念 对你的这个宁静 甚至对你的健康都会产生影响 所以在心经里面 观世音菩萨是这样讲的 射不亦空 空不亦射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受想行识 一幅如是 射例子 是诸法空向 注意这一段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注意这一段 是诸法空向 这个般若波罗蜜多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事故 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生意 无舌 生相畏除法 讲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感官 所感受的 这一切 未必 未必 是真实的 那么 这个 般若波罗蜜多 追求的就是 这一种状态 所以这部经 开篇他讲的是 观世音菩萨 观自在菩萨 观自在菩萨 行身 般若波罗蜜 造建的 五蕴皆空 只有五蕴皆空了 才能度 一切的苦恶 摄地子是佛的一个弟子 这个是观世音菩萨 对摄地子 讲述 在 修行 这个波润波罗蜜多的 这种生层次的状态下 反映出来的一种现象 那么他这个地方 讲的就是我们生命的 那个记忆体 这个记忆体 它是不增不减 不够不净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它就是一个能量体 那就是生命的 真正的核心 那么我们只有 把这一个部分找到了 那么我们在这一个生命状态下 我们所真实具备的 那些品质 它就自然的 就显现出来了 它显现出来是什么呢 就是光 是一种光的状态 我记得以前提到过这个话题 大家注意 只要是跟神 就是更高生命形态的 这个有关系的绘画 无论是什么种族 什么文明 什么文化 什么形态的文明 它有一个共同点 它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 现在受众所崇拜的 神 佛 仙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被用图画表述的时候 他们的头后部 都会出现一个光环 都会出现一个光环 对这个光环的描述各种文化的不同 各种这个时代的不同 它略有变化 比如说 我们现在摄影 对 透过云层的这种光线 那么在摄影界里边 它的标准的学术语言叫 丁克尔现象 就是 叫丁克尔这个人 把它应用到了这个 摄影的 这个 技巧里边 叫丁克尔光 那么现代人呢 就叫他耶稣光 为什么叫耶稣光呢 因为在 这个 基督教 耶稣教里边 他某一个时代的这个描述里边 他 耶稣 背后的这个光环 他以这个 发散型的 光辉的形态 来展示 在我们东方这边 不管是先还是佛 基本上都是以 一轮 光环 或者叫做一个光运 前两天不是出现了一个天象 叫日运 叫日运 就是天上出现了一个环 那么实际上 对这个神 神 神佛 先 这些的描述 就是以这一种现象 来具象的 来具象的 那么 本自具足 就是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 一个发光的 一个发光的 无够的 能量 能量体 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的念力 我们的念力 我们的过往的生命中的各种各样的印记 以及我们现在的这一个生存空间 对我们自己的限制 那么这个限制最大的表现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的欲望 欲望 欲望 屏蔽 蒙蔽 遮盖了我们 本身 所拥有 所具备的 智性 智慧 和 他的这个 叫做 觉悟 所以修行 是让我们自己 明确自己 对生命 认知 认识以后 去 除掉 我们身上 所蒙受的 蒙蔽 遮盖的这些 成垢 成垢 露出我们 本身的 智慧 本身的 品质 本身的 形态 那么 所以 我们是 本性 自主 那么这个过程 我们讲了六祖讲的 和七自信 本自 自主 和七自信 就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叫 人 觉悟了 达到 一定的 觉悟 程度 我们就能 关照 自身 所具备的 自信 到那个时候 我们才发现 哦 原来 这一切 我都是知道的 我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光明 我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捷径 我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完美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光彩夺目 这个讲起来要想完全以这个世俗的语言 或者叫做 我们所谓的科技文明的文字和语言来描述的话 我自我的这个 我 我 我讲的就是我这个瓦片 的这个叫做修行的这个程度 成就的局限 我不具备这么高的成就 我没有这么高的这个 这个这个境界 那么我要想把它完全的用 大家都能够彻底的去了解 理解并接受的这个能力 就会就会显得略有不足啊 讲起来就会显得比较吃力 那么这个吃力的原因就因为我本还未具足啊 我本还未还未具足 所以可能对你们所起到的这个影响 或者叫做这个启发啊就有限 那么我尽我之力啊 尽我之能 尽可能的用大家能够听懂的方法来讲 内观其心啊 你看我们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里边 很少把这个思维 把思维的这个行为 放在脑部啊 我们往往描述的 都是什么呢 是心啊 都是观心啊 观心 不管是道还是佛还是儒家 我们强调的都是心啊 那么很多念头 是由心而生 由心而发啊 那么今天我们不去争论这个老和心的这个关系 我们只讲这个现象啊 那么要做到这一点 不同的这个修行程度和不同成就的大师 他们各有各有各的描述啊 这个逻辑上讲起来呢 比较傲啊 就是比较傲口 那么什么叫空呢 那么什么叫空呢 就空和有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啊 有和无嘛 就空和有是一个对立的东西 那么对立的东西啊 那么对我们自身的自信 一直从佛家的修行上要求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空有不住啊 不管是有还是无 不去纠结 纠缠和局限它 随用随起 随起随起随用 就是我们产生一个念头 我们追随我们自己的这个念头 那么这个时候是从无到有啊 从无到有 我们最爱讲的我喜欢什么 这个喜欢就是一个念头 念头 我喜欢酸啊 那么我在暗示我的身体 我要去寻找这个酸 我喜欢甜 我用我的身体 去寻找这一个甜 是吧 不管是爱真恨怨 它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念头 带出来的 那么所谓的 呃这个 显现自信啊 觉悟自身 就是要让自己 的心和信 随用随起 随用随无啊 就 我产生了 我想喝水 我喝了 喝了就了了 就不再纠缠这一个 喝水的问题了 随用随无 随用随无 用之即有 舍之即无 我饿了 我要吃 我就吃了 吃了就完了 就了了 就过了啊 所以 在禅宗里边 这个公案啊 就有一段公案 叫什么教务 修行 老和尚讲 饿了就吃 困了就睡 你 你做到 你能做到 饿了就吃 困了就睡 你就已经 操然了 为什么呢 就是 你 已经 把 刚下 过往 和现在 能够进行 分割了 你能够 分割了 我饿了 我就吃 吃饱了 我不饿了 我还去想 这件事干什么 我困了 我就去睡 睡了 就完了 醒了 是另外的事 当然 要想 达到 这样的 状态 需要我们 自己 对自身 自信 自信 的管控 力 我们需要 管控力 为什么 一直讲 不要去纠缠 不要去纠结 就像我们 当下 大家 纠结的 这个 PT 一样 一样 为什么这样 讲来 今天很多人 私信我 接了一个图 一个叫什么 什么人 发了一段 什么小蜜蜂 豪哥 已经拿到了 这个APP 重要吗 不重要 拿到了 怎么样呢 迄今为止 还没开 你要提的 币还提不出来 没拿到 又怎么样呢 今天 还是 今天 那么明天 开了 你会被 出名吗 既然是 开了 就一定不会 那么 今天 去纠缠 这一个问题 对你有好处吗 至少 我看不到 好处 我看不到 好处 唯一的 活不下去 然后 要自杀 然后 要跳楼 为什么呢 你总把自己 无限的 放在那个 期望失望 期望失望 再期望 再失望的 那个过程中 你是把自己 有意的 放进去 所以 在修行中 讲到 当内心 绝躁 升起的时候 外界的事物 即 明细 可 明细 可见 所以当我们 把这些 根本性的 本质性的 问题 弄清楚了 以后 这一切 我们没有 必要再去 纠缠它 一切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一直讲 我们为什么 坚信 它会回来 因为 我们在 分析 它的 源起 发展 和未来 我们看的是 这一个 是个趋势 从我和大家 认识那天起 我就讲 我没有任何消息 也从来 不听消息 我只看 三个问题 第一 区块链 基于区块链 而诞生的 比特币 基于 比特币 区块链 概念 而诞生的 应用 开发的 以太坊 它 存在 存在点在哪里 它到底是个什么 它在和不在 对我们 能产生 什么样的 影响 我记得 几个月以前 我已经讲过了 比特币上五万 我从来不再 关心地价了 原因 就在于 体量 数字资产的体量 达到了一个级 当体量 当体量达到这个级以后 世界 没有办法 再返回去了 没有办法再返回 返回去了 这就是时代的进程 这就时代的进程 这个进程用现代语言讲 就是未来是数字 时代 是区块链 时代 那么既然数字 会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区块链 是一个时代的技术基础 那么你们说 比特币它会消失吗 它消失不了 为什么讲我们 分布式记账 记账以后是不可更改 不可篡改的 注意啊 账本只要还在 我们才可能 无法篡改 如果账本都没有 不存在 串不串改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那么账本 在哪里 用什么在支撑 凭什么可以把去年前年 大前年的记录 在今天 仍然可以掉阅 凭什么你的那一串 数字的失要 就是你 所得到的 这一个 数字资产的 唯一权证 为什么 凭什么 能量在支撑它 能量在支撑它 那么 这个能量 怎么提供的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用一种 大家最容易接受的 具象性的词语 告诉了大家 叫挖矿 叫挖矿 挖矿 挖矿的过程 是计算的过程 我们在座的 每个人都知道这个 那么这个过程 靠什么在支撑呢 电能 电能 把强电 就是物理产生的电能 通过我们的矿机 转化以后 变成了一种 算力的 微电的形态 那么要想我们的 账本永远的存在 就必须不间断的 让能量对它进行供给 那么对提供了能量供给的 这一个部分 的贡献者 体现的就是比特币 以太坊 基于这个原因 所以我坚信 比特币 不会归零 这是我 我个人 那么我一直讲 大家注意去收集一些数据 就会发现 全世界比特币的 算力 到目前为止 不管是中 西 还是 国际 其他的 这个中立 平台 统计下来的结果 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们不说六十几 有说六十五的 有说六十七的 有说六十三的 有说六十一的 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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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既然有这么大的 这一个算力 以及因为这个算力产生而得到的这个奖励 叫量化 在哪里 为什么美国和俄罗斯 要在去年提出以国家资本的形式 去充实他们的比特币挖矿的能力 他需要算力 他们意识到了这个算力的战略价值 我们国家既然第一个在全世界 公开 声明 未来 区块链是国家战略 那么区块链 和比特币 能分割吗 我的认知目前 我找不到可以分割他的 这个分割点 那么这就是我坚信 我坚信 数字货币实在 凡是 你们已经 先知 先决 先行的人 都是有福的人 都是幸运的人 就因为 这一个 时代浪潮 没有 这个任何的力量 可以阻挡它 阻挡不了了 当一个浪潮 当一个浪潮产生以后 我们要么就是被卷入水底 只折结成杀 要么我们就踏浪而行 我们上次不是讲到了浪潮吗 那么同样的啊 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 就是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 觉 觉就是我们 能够对自身内在的东西 产生一种觉悟 当这种觉悟产生了以后 很多东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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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学过电子 电子啊 我也不是搞IT的 我 我也不是搞网络的 我也不是搞这个程序和编码的 我都不懂 我是门外汉 但是 我觉得 我对这些事物的内在规律 很容易接受 并且能够有一个 比较清晰的逻辑 那么来源于什么呢 就是来源于 对自心 自信 自体 所能够有的那一点把控 啊 所能够有的那一点 把控 那么不管在什么状态下 我能让自己 宁静下来 安定下来 于是我就能够相对的安详一些 我就会柔软一些 于是 它产生的结果就是 和平 通透 自然 所以 我们把这些问题弄明白了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张桂婷 你是提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啊 安身 安身立命 安身 心不安 身 无处可放 安身是一个动词了 把身放在一个地方 如果你没有能够入定的 这种能力和状态 你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 安身 安身 那么实际上什么呢 就是我把我的 生命体和现在的这个生命形态 能够 能够受控的 分开了 那么 成为安身啊 就把我的身体 安放在一个地方 然后让我的 自我 这个内在的我 能够到一种更高的生命形态中去 了解 去感悟 去观察 去思考 更高效的去学习 到那个时候 才存在 安身啊 安放啊 安放 把自己身体放在一个 不受打扰的 地方 让自己的生命 真正的生命体 以更高的效果 更高的这个 效率啊 更完美的 学习 学习状态 去进行一种 更高层次的学习 啊 甚至安身啊 身不在了 我们的 这一个 娑婆世界 就现在的这一个 地球生命 环境里边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生命体 就找不到地方 去 承载了 啊 就是我们那个 要么就 跑到另外的地方去了 以另外的形态 承载 承 这个 承 承现啊 那么 跟我现在的这个 我 就没有关系了 那么要了两者有关系 就要能够来 又能够去啊 能够收 也能够放 那就自如 所以 安身 立命 安身 立命 在宋朝的时候 呃 有一个 呃 这个文学上的达人啊 他当时有一个描述叫 安身立命 既无忧 只需 体旧 勤 钱 勃 啊 勃 术 啊 你要想起悟 这种安身立命 你就去观察 你 勤 钱的那些 古勃啊 他们为什么可以 几千年的 存活 存活 啊 他们可以 几千年的 去抵抗 时间 环境 生成状态 的侵扰 所以在道教里面呢 我以前建议大家读过啊 去去没事去读一的 读一读啊 呃 就是 太上老君 说藏清净经 也是这样讲的 啊 也是这样讲的 他讲到了生命的本源啊 生命的本源就 清 和 浊 啊 动 和 静 那么他把生命的这个形态体 以动 静 清 浊 来 加以区分 两仪嘛 所以他总结的就是什么呢 人能 常 清 静 天地 习 皆 归 啊 说只要你能够让自己清静了 连天地都可以由自己来把控 那么为什么我们又常常使自己 呃 这个疾病 这个不是呃 等等啊 这种这种负面的东西来干扰呢 他在长青经的第二段里面专门讲到这个问题就是 福人神好轻而心扰之 就神啊 就我们这个神念 就住在我们身体里边这个东西 他是喜欢清静的 但是呢 我们的心啊 随时随时随地的躁动 啊 有个心援一马啊 所以他讲 福人神好轻而心扰之 人心好敬 而欲迁之 就我们的心也是本身是喜欢清静的 但是欲望在牵着我们跑 那么解决之道呢 就常能浅其欲 而心自尽 成其心啊 成侧的成啊 而行自清 就我们能够做到 把这个欲望啊 遣散 我们不可能 轻易地做到 没有欲望 那么呢 我们尽可能地把这欲望遣散啊 遣散 我们能够做到 心就尽了 啊 我们心 成侧了 我们的神 就轻了 所以他讲 常能浅其欲而心自尽 成其心 而神自清 自然六欲不生 三毒消灭 所以不能者 为心未成 欲未前夜 能浅之者 内观其心 心无其心 外观其形 行无其形 远观其物 物物其物 就是 大家喜欢文学的 就是观察 我们这个 物理世界的 三个境界 叫 看山是山 看山不是山 看山还是山 就是佛教 禅宗公案里面的 这个 叫做观念啊 观念 那么在道家里面讲的就是这三个层次 啊 就 我 让自己 按照宇宙的规律 生命的规律 去把影响我自己的因素 这个 排解开以后 我就能够 发现啊 我 能够 把控自己的时候 心无其心 就没 不再产生这种散乱的情况了 那么到那个时候 外的 其他人 其他生命体 看见我的时候 就会感觉是一种 祥和啊 祥和 亲切 自然 到那个时候 就做到了 心无其心了 那么 能够做到这种状态的时候 一切物质的东西 对我们 已经不产生 阻碍 阻碍 和影响 毛山 有一个故事叫 毛山道士啊 学穿墙树 就是讲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也是 我们在 道学 修道中 追求的一种境界啊 这种境界就是 三者 祭物 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 领悟 这些 关系以后 唯健于空 啊 那个时候我们就自在了 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一个悬 都是量子的形态 所以 在远古的时候 我们的先贤们告诉我们 三者祭物 唯健于空 观空于空 空无所空 所空 无无以无 无无既无 暂然 常计啊 既无所计 欲起能生 欲计不生 即是 真敬 啊 即是 真敬 真 常 应物 真 常 得性 常 硬 常 静 常 清 静 如此 清静 简入 真道 这就是 老君 告诉我们的 我们对 自身 自信 外界 把控 所要经历的路径 方法 和方向 以及 掌握了 方法 方向 以后 所能够 得到的 那一个 状态 那一个状态 你看 是不是 道也好 佛也好 讲到最 终的 那一个点 的时候 他们 从不同的 文字 方法 告诉大家 是同一个 东西 这就是 自信 增长 得性 增长 得性 既如 真道 极为 得道 虽 明得道 实无 所得 所谓的 得道 就是我 感受到了 我能够和 道 融为一体 了 我得什么呢 不需要 得了 我不需要的了 是不是 这就是啊 这个 今天 我们这个 张 桂亭 女士 今天提出的 两个话题 我自己 对这两个话题的 理解 领悟 以及我 所能够 传递给大家的 我的一些 理解 但因为 局限于我自身的 修养 境界和能力 那么对大家 所能够起到的 启发 启迪 或者是叫做 影响 那么可能 我只是 力争 用我自己 的 语言 和 与大家 可以 这个 交流的 语言 用一种 日常的方法 来和大家一起 探讨和交流 希望能够 通过这个话题 使大家 能够 叫做 得到一些 可以借鉴的 方法 让自己 让我们 每一个 个体 能够 去体会 去感受 这个 限于我自身的能力 限于我自身的境界 这个可能 不能够进入人意 希望 能够 给大家 一帮助 今天就到这里 我不知道 我们的 这个 张桂群 女士 是否 能够 认同 我今天晚上的 这个 说法 观点 和 我自己的 这个 认知 欢迎大家 批评 希望 帮助 大家 好 谢谢 再见 大家 谢谢 , 谢谢 谢谢 , 谢谢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